近日香港性感女星张卵雅裸照在网上疯传 引起满城风雨 嫩模组合AD2成员艾美琪和吴婕瑜 昨日在某节目中自曝 5月份到内地拍摄写真期间 艾美琪一被灌醉并强行拍摄不雅照片 因为害怕寻仇而不敢报警 在主持人支持下 8月2号两人现身某警局报案 很多人都扶着我们回酒店房间休息 我们两个住在同一间房间 同一间酒店房间 当时我已经昏违 其实我甚至不清晰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艾美琪看到有三个人存在 其中一个持着相机 另一个是前经理人 一个持着相机 另一个是前经理人 她眼望不到就是这几个人 然后其实我们都很害怕这件事 当时我打算自杀 后来艾美琪陪着我 我们都没再追过这件事 因为都害怕被人尋仇 两人表示自己虽然遭逢不幸 但希望警醒年轻女孩 免受心怀不轨的人欺负 对于他们口中的不雅照 两人表示自己也没见过 但是很肯定确实有拍过 而且前经纪人也已经承认 只是不肯交出 你没有见过去拿照吗 没有 你就肯定是拍了 肯定的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相机 是拍了那些声 但她没有穿衣服都脱了 就见衣服拉到这里 两个球就在外面 还有一个经理人 还有道理的说 他说每个公司都是这样 每个公司都是有人拿照 他还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 有不停地问的了 但都不给 他说没有了 已经事隔三个月 如今两人再度重提 表示是因为受张卵雅裸照事件影响 害怕自己也遭前经纪人报复 不雅照流出 不过自香港书展以来 AD2嫩模组合平平时狠招 微博版面炒作无下限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是 借着张卵雅事件来宣传炒作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